大家好,我是柴 我是屬 最近雙11單身購物節才剛剛結束 接著接下來下個月還有一個雙12購物節 很多小資族和省錢達人 都會趁這段時間把一整年要用的日用品囤貨起來 不過想要買的聰明又划算 除了購物之前要先做好功課之外 其實購物後也要特別留意小心一件事 才不會反而因小失大 像這幾天就看到有新聞在報導 便利商店排滿了民眾雙11戰利品的包裹 整間店幾乎被塞到連櫃檯都看不到了 可見現在網購真的非常普及 收件方式也越來越多元便利了 不過就是因為方便普及 更容易讓人沒有警戒性 反而延伸出更多麻煩事 對啊,我前幾天就親身經歷了這一件事情 就是貨到付款的詐騙包裹 因為現在便利商店24小時都可以取貨付款 真的很方便 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感覺也比較有保障 所以我還蠻常使用貨到付款服務的 前天我就收到一封貨到付款提醒簡訊 還想說奇怪 我最近又沒有上網買什麼東西 怎麼會有我的包裹 還有你還蠻警惕的 沒有直接去便利商店舉貨付款 因為我都會記得自己有買什麼 如果有不明的包裹 去領之前就會先對一下購物清單上面 和簡訊顯得貨運編號一不一樣 所以那天我有先查了常用的購物網站清單 確認都沒有買東西之後 就覺得這應該就是詐騙包裹了 不過我們後來還是太好奇了 所以還是有跑去便利商店看了一下 發現是一家奇怪的貨運公司之後 就更確定是詐騙包裹無誤了 然後就直接不領情便利商店把它退回去了 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 尤其是這一陣子網購節之後 是包裹禁售的尖峰時刻 更容易有詐騙包裹 漁目混珠在裡面 要小心被詐騙包裹強迫推銷 多付錢買了根本用不到的東西 像財媽上一次就是包裹太多了 自己都忘記有買什麼東西了 不小心就收下了一個詐騙包裹 回到家之後打開才發現 是一支自己根本沒有買的難用手錶 而且還是仿的水鬼錶 最後沒有辦法也只好送給親朋好友 所以如果買太多怕忘記 還是做個紀錄比較好 或是收到取貨通知之後 先核對一下購物清單裡面的貨運編號 我們多一分警察就能少一些麻煩 但是如果真的不小心收了這個詐騙包裹 也不要摸摸幣直至很倒楣 我們就搜尋一下網路上的資訊 發現還是有些方法可以要求退貨 把付出去的錢討回來 如果確認是詐騙包裹之後 記得要在消保法規定的7天之內 進行這個退貨的動作 然後一定要完整保留 黏在盒子上面的貨運單 年落運售的物流公司 例如說像是黑貓 新竹物流等等這些 申訴收到問題包裹 請對方指付貨款給寄件人 再來聯絡貨運單上 寄件人處的清關行 告知對方狀況 提出退款的要求 這時候會需要提供貨運單 問題商品的照片 以及退款銀行帳戶等等的資料 比較容易搞混的是 這裡面的寄件人 不是我們一般的賣家 因為絕大多數的詐騙包裹 都是從海外寄來的 所以這個寄件人上面一般 都會是填清關行的資料 如果只有寫公司名稱 我們就可以直接上網去查 但如果貨運單上面沒有寫寄件人 資料 那可能就要請物流公司來提供了 因為交通部有明文規定 宅配業者需要寫寄件人資訊 違規者是會被罰款的 所以如果對方不願意提供 就可以向主管機關投訴 接著在我們提出退貨退款之後 清關行就要安排物流公司來取貨 記得一定要索取退貨單據 而且這個單據 一定要保留到收到退款 萬一東西被收走之後 沒收到退款 有這個證明才可以跟消保會申訴 以上就是收到詐騙包裹後的製救方式 提供給大家參考 當然最簡單的還是發現有可疑包裹的時候 直接拒絕領取請對方退回 是最省時又省事的做法 我們主動關心自己的消費 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損失 今天簡短的分享就到這邊囉 財主兄弟我們下次見 掰掰 除了這個詐騙包裹之外 新聞在說 有最新的詐騙手法 就是把那個熊熊網友 放到你的機車上面 因為要牽車嘛 如果你去動到那個熊 對方就會過來跟你理論 就是說你侵占我的私人物品 或者說你把它用壞了 然後要求你支付賠償 可是我會以為那個好像是在整人 結果那裡是不是有攝影機 你知道那裡有攝影機對不對 你知道那裡有攝影機 你說整人大爆笑 結果那個人來的時候 啊我知道啦你有攝影機 哈哈哈哈 一般都是垃圾啦 就是說那個搖搖杯啊 喝完丟在那裡啊 或是什麼賣香紅茶 啊對很常拿到賣香紅茶 跟純吃茶 這兩個最常出現 你侵占我的賣香紅茶 混合我的賣香紅茶 賣香紅茶原本是半杯 現在只剩下三分之一 你要陪差陪他 有的時候會有派可或貓咪 你摔在上面 那要把他移開嗎 我會試著跟他勾 哈哈哈哈 沒有結果其實是那隻貓咪 在侵占你的機車 喔對 因為說我要告他 對你要告那隻貓咪 我要告他對不對